今天我想說會涉及到股票號碼 何時固災,衰退時間表,發達秘密 如何只算,如何只賺 如何不用上班,這些都是不會說的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艾芳 正所謂,有人持官歸顧你 有人生氣,夜趕科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扭在手 如果有樓在手的話,是不是要跟別人扔沽 我覺得不用這麼悲觀 搞到要什麼都賣 但是最近我看到,有些村屋 300多萬真的拍賣 竟然可以賣到600多萬,連福地 前面很大個花園那些 農地而已,如果真的要再興建,又要補地價 似乎又不是這麼悲觀 但是,確實有些人超級悲觀 最近我看到兩種成交 當年,三年前,富批 一給,給了很多錢 幾千萬,最後 輪到今時今日,要虧一千萬來場 究竟什麼事呢?是什麼地段呢? 都挺金的 我昨天跟吳仔談這件事 他說,他就好,有錢富批 有些人真的給利息 只是賠利息也賠不少 是不是? 也有一單更厲害 說的是五千多萬 有個四房的大宅 自己住又是自住三年 最後呢,要虧二千萬這麼多 又是要虧三成 不知道大家是否沒有三分一身家 我相信,如果真的高位接了貨 現在真的沒有三分一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身家是否財產呢? 賣樓? 好,最近你看到新盤 也不少賈定 8月新盤賈定 急升67% 什麼事呢? 現在是否應該上車 還是不應該上車 房屋應該自住 還是拿來炒的呢? 今集內容非常豐富 我會說一下 現在四百萬的房子 很多,不用了 不用四百萬,有四千多個 哇,有一區還佔一半 究竟是否應該上車呢? 今集內容非常豐富 還沒說過 希望大家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吳仔的頻道 支持小弟創作 三成人八十 如果想看看我這個MPF 如何選擇MPF 我自己如何做一些 好的定存投資 一定要來我的頻道 重溫我的片段 看看我的資訊 如果多過五百個讚 我會把所有片段放在網上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未買我本新書的話 歡迎大家 按下這條連結 買我本新書 多謝大家 我又會說一下 裡面有什麼狗利的 修飾的組合 當然 有些人問我 是否沒有風險 你想高點回報 一定有風險 你從長遠來說 看你如何分散風險 沒有人說 完全一些風險都沒有 你買各負債券 也有三厘多 甚至四厘 怎樣買 什麼時候買 你一定看我的新書 多謝大家 當然想方法怎樣做 退休四部 不單止政府退休三部 什麼都要想 我自己 好像暗仔一樣 都是怎樣長遠分散風險 找些東西收息 有想知道更多的 歡迎大家看我的新書 和WhatsApp我 多謝大家 好了 我一向都說 債券基金 今年我也是首位 為什麼 減息 當然是買債券收息 不斷看到複息增長 但是最近 有些人慘了 三年前 這個人 敷佩了 陽明山莊 今天要蝕一千萬 不單止 減息 認到很多 很多人都急急腳 減息會不會跌 美國減少 香港未必減少 但是二手市場 確實被一手樓打到 下水狗 不少人 急於套現大蝕離場 陽明山莊五座高層的一個單位 一千零一房尺 屬於兩房的間隔 一千尺兩房 似乎每間房都很漂亮 很正 原本叫價二千八百萬 放售 你日上 最後死了 跌到一千九百萬成交 我想他應該不是這幾個月 去放二千八百萬 我想他都放了很久 現在赤價為到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元 較銀行的股價 原來銀行也估到二千一百幾萬 都要低11% 低二百二十五萬 資料顯示 這個業主 2021年 疫情的時候 真是最高峰 沒有更高 只有更高 2900萬買入 慘了 他就有錢的 住在這區 沒有成縮 按揭 所以一泡個 呼批給 嘩 汪明荃 汪明荃姐說 我都不喜歡呼批 不 我喜歡呼批 我都不喜歡工 有錢就呼批 是不是 嘩 汪明荃姐 這麼豪氣 就是 喂 你有沒有這麼多錢 他呼批呢 辭貨了三年 我想他都當自己住 但今次這樣賣 賬面 要蝕讓一千萬 還未計 當年 入市的時候 離任費 一百二十三萬 不少 代理佣金呢 代理佣金 如果你賣 三千萬的房子 那你給 1% 你也不得了 都要 三十萬 這裡 起碼都要 不見百五萬 所以 今次他說 那些人估計是連賣 那些什麼手續費 那些 損失了 一千一百七十一萬 嘩 慘了 其實 楊明山莊 一向都值 是不是 好像 我之前聽 是不是 鄭忠基 都好像住過那頭 喂 人家老爸有錢 哈哈 富費買 是不是 但真的慘 富費這樣 一千一百七十幾萬 你除了三年 嘩 每年差不多 四百萬 即是 租金 三十幾萬 嘩 三十幾萬 住一千尺 我就不肯了 嘩 嘩 住半山都可以 這區都近半山的 很漂亮 但真的 都很禁 沒辦法 即是他急著套演 似乎夫婦以為很有錢 但這次都 有一個更慘 這個 嘩 看著開號很棒 有個投資總監 之前疫情時 也是那些時間 三年前 買了一個 一房 一個四房的海景間隔 漂亮 背沙灣 看著 嘩 這裡 西邊 向西 一路向西 最近 以五千零七十萬 連赤位 估出 立即二萬八千元 原業主三年前買的 今次 嘩 要試二千二百三十萬 嘩 樓價大跌 三成 這個是一個四期 中層的單位 大一點 這個至少抵一點 千八尺 四房 看著海景 好漂亮 讓大家看看 嘩 看著這裡 炒股當然很棒 這個是一個投資總監 去買 原業主 最初 車位叫價 六千多萬 就是房 一直都沒有人 接 誰都拿到四五千萬 出來 是不是 真是五六千萬 更加拿不到 所以 之前 一直調調調到五千八百多萬 以為很容易 怎知買家 有個新買家 看到的價 都跌了三成 最後 只有五千零七十萬 乘折 連車位 這頭 沒辦法 這個價 回到二零一五年的水平 嘩 回到九年前 原本這個業主 當作投資總監 是不是對著海際炒股 爽些 不知道 但是 去九月 二零一年九月 買的 7千三百萬 賬 賬面 這樣也要賺二千二百三十萬 貶值了三十百 這頭 我有去看過樓 漂亮的 是不是 我都問了 地產經紀 其實疫情的時候都是忙 但是那時候看到 那些業主都很心紅 不是這樣 夠膽去大跌 所以 我就沒有特地說 嘩 怎麼出價 但是真的 似乎好幾個人 住那頭 都要蝕錢 之前 趙凱珠 都是住這個 貝沙灣 還有些特色 他算走得早 走得急 是不是 2022的時候走 2022美 還是2023年頭 算走得快 嘩 現在賣 起碼再沒有多幾球 所以真的 看時勢 沒辦法 現在很多 可能高峰的時候 真的要跌三成 沒辦法 你要急著沽 是不是 沒辦法 你看到現在 中原影星指數 剛剛公佈 最新的 嘩 跌了1.46% 是22個星期 嘩 跌得最近那次 新界西日 跌得最厲害 跌2% 嘩 屯門那些是重災的 很多人都說 好多是便宜 連港島區都要跌1% 慘了 九龍區 嘩 跌1.69% 新界東 之前好像也有威威豬 怎麼也有些蛋 都是要跌 所以呢 整體 大型屋苑那些 例如 那些 例如 第一城 跌得最近1.54% 嘩 怎麼跌得這麼金 那當然是新樓 落水狗 是不是 水瓜打狗 唉 慘了 喂 但是呢 真的 你不開心 多少人都想買樓 不要開玩笑 喂 最近 原來400萬樓下的 上車盤 突破了4200宗 嘩 還不是發達 好機會 每個都說沙士買樓 沙士買樓 現在又未貼到沙士 喂 起碼都要0.8 一幾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價 回到10年前 還不值 是不是 現在一區還要佔一半 聽聽 那麼 喂 很多的樓其實平均都要跌兩成 400萬的樓 新界就最多了 大家看看 原來全香港有4300個 400萬的樓 最多 新界小 有成2000個 20238個 新界東 沙田 大埔 835個 九龍 962個 港島當然少了 港島一向很虧 是不是 什麼租權 起碼過百年 414個 這個是最近的數字 似乎都很多選擇 儘管和大家看看 最近成交 沙田 327呎 390萬成交 不是說人家放出來 大把 大把 樹偉 是不是 真的有得選 圈滿 哇 重災區 大把便宜 370萬 買到566呎 尺價到6千多元 上水 少了很多自由行 藥房也少了 400萬就可以買到350呎 上水中心 紅水橋 這些 夠冷門 雙城 之前是新樓 現在不是 395萬 買到500多尺 我是正 7千多元 1尺 粉嶺 圍翠花園 400萬 買到555尺 夠幾個人 一家大小 什麼都行 還有馬鞍山的錦溪丸 也是386萬 買到401尺 車價 9600多元 不知道大家附近有沒有收拾到些品牌 很多客席教授 大學教授就說 很多人都以400萬為上車的目標 可能要實際些 考慮偏遠的地區 起碼面積都可以有些選擇 年輕人 你想想 這麼多年錢 都是想為了一個首期 似乎現在 上車有爆 政府解決了什麼主屋問題 不用怕 很棒 很多都是屯門區 最多這些400萬樓下的房本 大把 儘管和大家看看 元朗 蝶翠峰 很棒 338萬 買到282尺 7價 111元 很多 蝶恩縣 兆康站 325萬 都買到300多尺 這些還在網上出盤 可能還可以談 談到幾個%都不出奇 可能真的300萬 都行 Lofolain 之前是小 開放式 都是280萬 230多尺 都要等待 230多尺 都能放到床 放到書桌 或者餐桌 可以了 放到梳化仔 沙田第一成 都不用400萬 380萬 300尺 時代廣場 屯門線 很棒 鐵路完 全線 380萬 數款窟 380萬 都350多尺 很多選擇 新樓不推 哈哈哈 新樓大多人 搶著買 大多選擇 屯門市中心 什麼 全彎都有 360萬 316尺 所以 是不是沒有選擇 不是 新樓半新樓 舊少少的 什麼都好 起碼上車先 出租 也挺好租 現在租金又不知道幾年新高 所以 不是沒有選擇 不一定要買到錦田 什麼 灌塘也有 這些當然有些舊一點的居屋 真的很多東西選擇 全香港都可以選擇 所以 青衣區 390萬 都400尺 真的很多選擇 所以 是不是一定要買新樓呢 我又覺得 不一定的 所以 喂 勤力一點 上網按個按鈕 大把 大家看 除了看中原 看看 什麼 香港置業 看看美聯 不幫我們抹廣告 廢話 所以大把 選擇 你喜歡退休 去其他地方也可以 香港 無論如何都要 遮掩頭 不要開玩笑 但是 真的慘 最近 你看到新樓盤 押訂 嘩 這個大領落 急升67% 有25宗 不少 撒訂 急增 增兩倍 哪個 最慘最厲害 儘管給大家看看 當中 撒訂最厲害 就是保里 置業 旗下的屯門 樽遇 給人看 很漂亮 有個海灘 之前 很多這些都是放租 現在可以賣 算是這樣的 兩棟洋房 8月 租內地 電子設備高層 連環的 然後 氣扣 被人抹殺了 10%的訂 慘了 總共撒訂了 3680萬 嘩 三千多萬 殺3680萬 不是開玩笑 哎呀 那些虧 二千多萬 至少可以住 住回幾年 33千多萬 你真是 那當然漂亮 洋房 望了海灘 面積 5,670平方尺 和5,600多平方尺 軍採用五房的間隔 原本 2022年買的 5月買的 1億8千萬 和1億8千多萬 300萬成交 嘩 這裏兩件事都加起來 三千六 三千七百萬 這樣殺訂法 真是 這樣沒有了 嘩 三千多萬 真是 哈哈哈哈 真是 彼而所思 真是沒有錢 沒有辦法 連這個 新地 馬鞍山 白石角 雲海 我也有提過 這個盤 真是 嘩 真是 有人也是 要 買家當年入市 採用五年的成交期 現在 確定放棄了 租賣訂 17% 980 29萬 嘩 900多萬 不少了 這個別墅 2,153平方尺 當初 2019年 5,400多萬 又是摸頂位 沒有辦法 一來到疫情 我想想也沒有想過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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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高的 探訂的項目 之前最厲害 就是那個 Lily The Lily 那個 Lily Aveny 11號 那個才探訂 探得 探得厲害 你說探訂 探訂 全香港 最厲害 最厲害 就一定要數到 中海外的 維港1號 煉他 九火 八月之冠 九火 真是 啟德寶道區 正 Panicia 名字 Panicia 每火 分別 抹殺5%到10% 訂 這麼多買價 一共殺了7 7 8 35萬 據知 那批單位 2021年發售 很多都是一房兩房 圍到七八九十萬 去到一千二百五十二萬 尺 兩萬三到兩萬八 現在 最近那些 賣萬八萬九 慘不慘 難怪 真是探訂 這裡 當年 加起來 賣成八千幾萬 這裡 九火探訂 難怪 殺了七百幾萬 你想想 還有很多些探訂 包括 剛才說的 Lofo 三必旗 那些 Westland 連T水圍 Westland Season Bay Montury 將軍澳 很多人買 當初我也有看 Montury 幸好沒有買 我老婆經常帶我去看樓 但是 我什麼時候都說 想清楚一點 借不借給你 那些 還有這個雲碧 泰豐 雲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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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匯真是白石 白石角 那些 維港系列 這些八月都有探訂的個案 真的 七月 新本探訂只有十五小時 突然加到二十五小時 所以 是不是真的急增 所以大家真的 不是真的沒有錢 真的沒有錢 真的 不要開玩笑 所以現在這個時勢 很多人真的寧願轉租 不是 連發展商也廢了 這麼低價 會不會把褲頭拉到自己的身上 會不會連銀行也追自己 哈哈哈哈 你說叫業主洞 沒有所謂 叫發展商洞 就大領落 那裏不知多少億 所以廢鬼事 扔掉了 之前零一都說過 喂 有些人 私底下 暗中回勇 也有 喂 真的 那些發展商 廢鬼事扔掉 真的 寧願想什麼方法 好過 哎呀 還有一些犯法 不行的 哈哈哈 所以呢 這個什麼維港一號 聲威 剛剛八月份 太帝王 喂 真是不值得恭喜 大哥 真的 你想想多少人 無名而去 這個啟德 啟德 什麼維港一號 什麼啟德 什麼天轉天 天轉海 我理得毒龍轉什麼轉 哈哈哈 怎樣天轉轉轉轉 轉到連 唉 真是 頭都會亂 所以呢 你想想現在經濟 美國 喂 你說每年 哇 那些什麼公司 業務上升 每股盈利啊 剛剛我剛剛簽書會都說了 每股盈利都繼續急升 很多都收得不錯 NVIDIA那些 哇 都一年 超賺 超賺七成 賣物100元賣 賺70元 多厲害 每年增長120% 沒有人消失這麼厲害 沒有啊 馬里克 剛剛歐洲都急減息 你知道 多大 大連絡 你說 接下來 香港 會減多少呢 不知道啊 但是美國呢 我覺得最多都是減四分一 減半尼 你又想 現在為什麼我經常說 這是預防性的減息 什麼叫預防性減息 真是沒有善無缸 喂 沒猜沒想 是不是做什麼要特意減 他不用說什麼 敲定挪股 告訴你 我先減股 有什麼急事的時候會減股 現在沒有什麼黑天鵝 沒有什麼疫情 什麼時候呢 我還不會減股 好像疫情的時候突然間 歐洲不夠錢 我就借錢給你 哪裡又帶放水 這樣出去 不是要救市的 這個經濟是不好的 大家都知道的 美國衰退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你說非農職業 只有九萬宗 大家都預期的 少就少 是不是 個個都 不是AI 個個都做freelance 多少人真的說 我們要來找工作呢 然後那些 那些僱主說 我們又不請人呢 有多少人會這樣說 是不是 所以 你想想 是不是真的說 去到什麼呢 好差好差呢 日本 你看到 連美都說要加息 所以 我覺得 美國 做好樣子 是不容易 敷衍一下 減四分之一 半厘 連美 12月 可能再減多一次 但我覺得他不是很急 所以 你想想 是啊 很多美國人覺得 衰退 覺得什麼 但是 失業率又不見 超級高企 那種未到 他們反而怕 地原政治風險 很多不同的事情 高通脹也有人擔心 所以 這麼怕高通脹 你說會不會 勁減息呢 不會 是不是 怕大選也有4% 但也少了人 但是 我想很多人都怕自己 就業不保 被AI取胎 什麼都有 所以你想想這幾年 這10年8年 縮表 不斷地縮表 不斷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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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通脹了 所以 其實 那個課慢課乏 是這樣的 你看到製造業的那些 全球 那些製造業 指數 輕微都是下跌 但不是跌得很金 那種 都是慢慢復甦的階段 但是 全球很多 什麼世界指數 MSCI指數 都是創新高 證明很多地方 都仍在通脹 仍是經濟 恩恩向榮 所以呢 香港是慘 香港真的是 全世界 但是你說 樓市真的跌得很金 其中一個地方 當然還有很多 都很金的地方 但是 喂 現在我們撤身處地 真的會 感受是最深的 因為 你想想 這麼多年 很多人的財富 都是放在樓上 是不是真的退休 真的要把所有東西 放在樓上呢 自住 就覺得最重要 如果不是 我始終覺得 現在這些發展商 各個都扣家 扣兩 就不扣家 那你真的 怎麼去鬥呢 大佬 整個十萬個供應 只是這兩年 都兩萬個供應 那你怎麼去鬥呢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 海六空三軍的策略 非常之重要 你有自住的樓 有些基金收下息 有些儲蓄收下息 每年 買些東西去收下息 那你起碼 對抗到通脹 喂 十幾萬 那你都有一千元的利息 收到每個月 起碼大家都容易做到 買些債券 現在政府的債券 都有四厘 未去到五厘 出書的時候 兩年前還有 現在起碼有保底 四厘半 四厘都比沒有好 很多國府債券 都有四厘 所以其實很多選擇 包括我自己買的債券 很多都是公司債券 都有七厘 不錯的 所以你真的要想想 究竟如何 錢滾錢生錢 好像我年輕的時候 25歲 每年都存1萬元 1萬元 起碼懂得複息增長 到我老的時候 43歲的時候 每月15000元 15000元 或者 如果我不拿 有去這樣 複息增長 只存了十多年 有去之後滾滾滾滾 起碼60歲的時候 拿25歲的時候 每個月50萬元 50萬元 起碼拿過小 很多很多種方法 你不一定說要跟我 但是你真的可以 一萬元 一萬元這樣存 不一定一跑過 起碼 頭幾年 都有些複息收 大概四厘左右 現在是低了一點 沒辦法 但是你真的要看回自己 實際的需要 尋求主要的意見 怎樣可以 不斷收息 怎樣可以 做到複息滾傳效果 每個月 一萬元 一萬元 起碼 五十五歲 到時連續三十年 一萬元一萬元 這樣拿 拿到你八十五歲 還有 剩下二百萬 其實真的很多 很多方法 你怎樣去儲 退休這一堆錢 大辣辣 這裏五百多萬 只需要你 每個月 你現在肯儲一萬元 儲十年 你就可以不斷複息滾傳 我還沒計 你到時退休時 買些什麼基金收息 買些儲蓄收息 什麼都好 真的要行動才行 否則你不懂得去滾傳 其實儲五千元 都夠的了 真是 大灣區 夠大灣區 香港當然不夠你退休了 你傻了 香港 我昨天先和一個 馬來西亞的讀者見面 他跟我說 他說 馬來西亞 七八千元就可以生活了 很爽的 香港當然要萬幾元 大灣區 都要七八千元 對不對 那你也要怎樣想想 複息滾傳 當然你可以慘效這些奇異果 這些方法 我拿水過來 大家容易去記 但是你怎樣去複息增長 將來 或者你一大筆錢的人 去複息滾傳 最終自己 怎樣可以籌備退休生活 正所謂 恥於足下 看看當時怎樣做 希望大家終於分享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更多不同的理財收拾 記得 快要有六債 9月30日 這個銀債 有推出 都可以馬上想過 但是現在 其實很多債券 都不錯的選擇 剛才我簽書會 都有講些六厘的債券 哇 很棒 每三個月拍一次 很多不同的債券 想知道更多 可以看我的書 或者去我的網站 多謝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的理財 收拾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複仔 這位是Ivan Sir Hello 各位好 你給老闆早退休的作者 怎麼不用錢可以供到一層樓 很誇張 其實Ivan一向都是益我們 在去年和我做過這麼多財經的節目 你有些戰績和大家講一講 不敢當 其實都不敢當 我運都很重要 這麼謙虛 不過我們都是有些策略 我們都不是隨隨便便去炒賣賣 所以成績都OK的 他那些東西很刺激的 我知道都賺不少 但我個人比較穩陣 其實複仔對Ivan的推介 我發覺原來分散我的資產 是可以很便宜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錢 可以這麼說 簡直是別人幫我供了一層樓 債券通常是兩厘三厘 各付債券一兩厘 好少少的投資級的債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個資產增值 債券的好處就是 他一定會有利息 大概有多少厘 大概有七點多厘 七點多厘 聽說買樓只有兩厘多 一般是兩厘 月大的樓二三千萬的樓 基本上都未到兩厘 所以我自己的計劃 就是把一部分的資產 讓他生息出來 我們有個首期 每個月他生息出來 就幫我供一層樓 那些錢生錢 我就不用打工去供一層樓 其實是一千萬 如果你說銀行只有一千萬 可能真的給的利息 起碼都三四百萬 管理費 現在是幾元呎 好少少的 是一千多二千元的管理費 很多人以為就是買樓 可以的了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方法 幫你錢賺錢 每個月有個息 還有我想說 你說七八厘 是 給你如果有三百萬 你去三百萬 香港買不到一層樓 但是收回來的息 我們上次計過 有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多的樓 香港起碼都要七八八百萬 是 我們都是覺得這個是比較風險 去分散 不會說一鋪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欄上 沒錯 Ivan經常說一件事 不要所有東西 沽住一閘 分散了你的風險 絕對可以放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